本届机器人大会吸引了150多家企业先来参展 其中有十几家是来自国外的企业 他们带着全新的技术来到开发区 为各位参观者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高科技体验 既然是世界机器人大会 那么自然就少不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机器人 在我身后的这个掌管呢 就是来自德国 法国 日本 新加坡等地的 一个个工业服务陪伴机器人 那么下面就跟随我们的摄像机镜头一起去 说到服务机器人 又不得不说这款全展厅最小的服务机器人 GT小顽童 它支持多语言无缝衔接的双向对话 并拥有八项发明专利 配备超过八千万全球商户的搜索功能 希望通过智能电子商务模式 为未来生活提供生活的解决方案 我们在智能教育这一块的基础的 比如说对诗啊 背诗 然后算数学题这基础功能之下呢 我们有拓展就是个人的一些 私人化服务的方向 比如说我们会有就是给您 语音控制来订酒店订机票 给您安排个人行程 然后就是说包括车载 也可以用它来导航 所以它是一个个人的便携的 智能的服务型机器人 这款机梯小顽童不仅针对儿童 更针对成年人老人的各种需求 可以完成各种多言化的个人需求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